轰动娱乐圈的爷孙恋 61岁的李坤成和21岁的林静恩近日传出好消息 林静恩已私怀孕了 一时间在网上引起了大轰动 相差40岁的爷孙恋李坤成与林静恩两人恋情贫瘦大众关注 过去曾说过要在女方20岁的生日元天结婚 但最后因为女方不想生日与结婚纪念日同一天而暂缓 不过时隔数月传出女方已私怀孕 小夫明显出起 引起关心爷孙恋师傅将迈入新阶段 9月21日两人甜蜜腹日本旅游展开热恋 四年首度跨出国门的爱之旅 虽然两人还没有登记结婚 但天性浪漫的李坤成笑说 算是小蜜月 几天前有媒体拍到他们在东京的身影 照片中明静恩稍微风雨些 被问及是否怀孕 他直言说本来就有点胖 李坤成是个很小心的人 不会让他凤子成婚 明静恩也吐槽男友来日本大吃大喝变胖 李坤成休说不小心吃胖了 运动女友说回去之后要减肥多运动 而李坤成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笑说 14天的行程和住宿全部由女友安排 两人预计花费2万人民币 入住600多元的民宿 每天的花费大概能控制在1200元左右 跟静恩交往后让他烦恼还童 并且多次渴望跟他生宝宝 自认为有爱及责任感 不担心照顾小孩力不从心 万一有一天他不在了 孩子可以让家延续 不过林静恩却表示 希望男友多陪伴他 也多享受两人目前不受拘束的甜蜜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